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对它充满了好奇 几百年来从未停止过 随着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一直都在进行对宇宙的探索 对宇宙的认知却是微乎其微 对宇宙进行了这么多年的探索 始终对它有无边界 都无法得到论证 它到底有无起始终点 这都不得而知 在人类面前 宇宙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我们根本无法探寻到底存在着什么 到底有多广阔 在前不久 科学家发现了距离宇宙35亿光年外的宇宙墙 他们由此推断 这很有可能就是宇宙的边界 宇宙边界疑似被找到 科学家发现宇宙墙 距离宇宙35亿光年 这样假设的推出 导致了人类对它的好奇心越来越大 宇宙要是没有边界的话 为什么会有宇宙墙的产生呢 其实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 20世纪绝对称得上是一个盛世 因为许多科学理论都在20世纪得到了证明 同时也有许多东西从理论走到了现实 比如踏足宇宙的梦想得益于航天技术的发展 人类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走出了地球 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了宇宙的浩瀚无边 也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自身的渺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人们从第一次进入宇宙的喜悦中沉浸下来时 突然惊觉这宇宙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热闹 反倒蓄力中透露着一丝死忌 科学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宇宙墙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墙大为不同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墙 它是个固体的存在 而距离宇宙35亿光年的宇宙墙 却是一个透明的存在 相当于是两个世界中的大圆盘 在宇宙中占的空间也是非常之大 而在这之前 我们都将宇宙想象成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主要是因为它会吞掉太多星体物质 靠近它的时候它又会消失 宇宙墙与它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虚无的存在 甚至比黑洞还要可怕 要想真正的了解它 需要人类不断的探索 事实上在人类发明出第一台天文望远镜之前 关于宇宙中外星人的幻想就出现了 人们幻想着宇宙中存在和人类一样的智慧生命 他们可能拥有和人类迥异的身体构造 怪异难懂的交流方式 但是他们肯定跟人类一样建立了文明发展了科技 甚至科技水平远超人类 但是现实似乎跟人类开了一个玩笑 宇宙中不要说跟人类一样的智慧生命了 就连最原始的单细胞生命都没有发现 如果将宇宙看作是一片无垠大海 那么地球就是一座孤岛 而人类则是孤岛上唯一的生命 为了寻找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智慧生命 人类科学家做出了诸多的努力 比如向宇宙深处发射各种信号 向太阳系外发射人造卫星 甚至还专门启动了奥兹马计划 旨在收集和解析太阳系附近的不明信号 以寻找外星文明 相信很多人不知道 根据科学家的计算 宇宙中存在像人类一样的智慧生命的概率是很高的 甚至是高于不存在智慧生命的概率的 但是无论存在的几率有多高 人类至今没有发现 它们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它们究竟在哪呢 为了对这个不合理的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 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想和假说 比如认为人类交流方式落后的信息爆炸假说 认为太阳系位置偏远的生命荒漠假说 认为宇宙环境还不适合大密集出现生命的环境变化假说 在这众多假说中除去一些明显不可能的假说后 就要说实验室假说 最颠覆认知同时也最让人信服 这个假说是从作家约翰·波尔在1973年提出来的 动物园理论中衍生而来的 该假说认为之所以找不到宇宙中本应该大量存在的外星文明 是因为人类当前生活的宇宙区域其实是外星文明的隔离出来的实验室 就像地球上明明有极多的老鼠 但是身处人类实验室中的小白鼠永远也不可能见到它们一样 人类在宇宙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外星文明 很有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一旦这个假说描述的是事实 那么许多事情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比如世界各地经常有人目击的不明飞行物 它们极有可能是实验室中的摄像头 更主要的是 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人类文明启蒙者 苏美尔文明的起源 它们之所以拥有无法溯源且超脱生产力的丰富知识 可能就是实验干预的结果 而人类或许也应该重新审视那些 各地流传的古老神话故事了 不只是以上的例子 这些年来 一所来自意大利的天文研究所 在观察宇宙时意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而这个发现也让实验室假说 更增加了几分可信度 该研究所发表在新科学家的论文中称 它们在距离地球150亿光年外的波浆星座中 发现了一条横跨35光年左右的奇怪空间带 之所以说它奇怪 是因为这个在空间带中没有任何天体 按照观察结果来看 那里可能不仅没有天体 甚至连宇宙尘埃都不存在 是一个几乎绝对虚空的地带 因为它特别像一度将空间分成两半的墙 所以科学家将这条奇怪空间带成为宇宙墙 实际上这并非人类第一次在宇宙中发现宇宙墙 早在许多年前也曾发现过一个类似的空间带 不过它没有这次长 只有10亿光年左右 而且当时因为了解的少 所以也并未对它进行命名 直到这次才将这种奇怪的结构命名为宇宙墙 在发现它的同时 科学家也表示 以人类目前对宇宙的了解 还无法对这种奇怪的宇宙空间结构进行合理的解释 而一些对实验室假说非常推重的人 则认为 这道横跨35亿光年的宇宙墙 实际上就是宇宙实验室的一堵墙 它将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囚禁在有限的空间内 好供外星文明进行观察研究 而这堵墙的外面才是真正的宇宙 热闹的宇宙 人类计算中的宇宙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个细思极恐的答案 反对者们认为 宇宙墙并非是宇宙实验室的围墙 它大概率是两个宇宙的交界线 在显理论中 我们现在生活的宇宙外面 是一个十一维的超空间 我们的宇宙就像肥皂泡泡一样 漂浮在这个超空间中 而像这样的肥皂泡泡 超空间中有无数个 而当两个泡泡碰在一起 或者将要碰到一起时 可能就会产生这种绝对虚空的空间带 人类看向宇宙 就好像看向一滩死水 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 这就完全不符合科学家们之前的猜想 或许在宇宙墙的另一边 才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宇宙 各类高级文明在彼此的星球上 你来我往 整个宇宙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不过冰冷黑暗的宇宙墙 这一边却因为是试验品 无法参与其中 总的来说 不管这所谓的宇宙墙 究竟是两个宇宙的分界线 还是囚禁我们的实验室围墙 它的发现都传达了一个信息 对于宇宙我们还是了解的太少 还有许多颠覆认知的事实 等着我们去发现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